女人在地上扑了块白布 又缓缓撩开自己的裙摆 对面的废老鬼看得两眼发直 在女人的催促下 废老鬼一边咳嗽一边压了上去 女人虽然满脸的嫌弃 可依旧做出努力迎合的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换来一代女 回村后的玄硕被村民们注视着 似乎对这一幕早已稀以为常 回到家的玄硕发现 外出三个月的丈夫终于回来了 女人的心里并没有很高兴 自结婚以来 丈夫就没有着国家 家里就靠她一个女人苦苦之成 要不是靠着身体换粮 也许自己早就被饿死了 可是丈夫并没有丝毫的愧疚 刚到家的她还没来得及喘息一口气 换好衣服就准备再次出门 玄硕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她 只能拿出家里为数不多的钱 给丈夫做路上的盘缠 玄硕表面上靠着和邻居大妈养残生活 分得两成的提成 但这远远不能满足玄硕 她只能做些外快来赚钱 隔壁的霍亚姐就成为了她的联络人 可是每次玄硕辛辛苦苦赚来的大米 霍亚姐都要分走大半 玄硕对此毫不介意 羊毛出在羊身上 只要霍亚姐家有男人 就不担心这大米回不来 渐渐的 玄硕的是被村里人知晓 她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就连为高权重的村长 也想跟玄硕体验一把翻云覆雨 一场大雨打断了正在忙活的村妇 就在村妇们慌忙躲雨时 村长唯独拉走了玄硕 一枚银戒指的亮出 表明了村长的决心 玄硕半推半旧的成全了村长 很快 玄硕和村长的流言蜚语就传了出来 女人们聚集在小溪边洗衣服 嘴里谈论的自然是村里的顶流玄硕 看到玄硕也过来洗衣服 女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对她冷嘲热服 听得玄硕脸红一阵白一阵 旁边的女人还炫耀起自己的戒指来 听得怒火中烧的玄硕转身离开了 她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她也不打算就这么算了 对付女人 就要痛击对方最薄弱的地方 女人湿漉漉的从水里站起身来 俏皮的对着同样摔倒在水里的男人泼水 随后又与情故纵思的跑开了 看着女人若隐若现的身姿 男人瞬间觉得荷尔蒙爆棚 她紧跟在女人的身后 却看到女人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了下来 男人跪在女人的面前 表示只要她能帮自己修车 她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可女人说只要她老婆手上的戒指 听了女人的话 男人急匆匆的跑回家 还没天黑 她就拉着老婆行夫妻之事 直到老婆昏睡过去 她才悄悄地将戒指摘了下来 随后就着急忙慌地赶往约会地点 而玄硕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男人将戒指戴在了她的手上 玄硕也信守承诺 帮她修好了车 第二天 男人的老婆发现自己的戒指不翼而飞 但她并没怀疑到丈夫的身上 只以为是自己粗心大意弄丢了 但没过多久 有人就发现女人的戒指戴在了玄硕的手上 老婆得知此事后 瞬间猜到丈夫跟玄硕发生了什么事 整个人彻底炸锚 她带着几个好姐妹将丈夫抱揍了一顿 事后又觉得根本源头就是玄硕 他们又气冲冲地闯进了玄硕家 对着她拳打脚踢 吵闹声引来了村民们的旁观 大多数人都是来看玄硕的笑话 而那些曾经跟玄硕有关系的男人们 此刻都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躲在一旁不敢说话 直到村里的老人出来制止 他们才上前将自己的老婆拉走 女人们走后 狼狈的玄硕缓缓坐起身 伤痕累累的 她只觉得心里异常的疲惫 恍惚间 她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 曾经的玄硕也是个 年幼无知的少女 可是国家战乱 让家里早已揭不开锅 看着年幼的弟弟妹妹 和重病的父母 玄硕只想替他们减轻负担 她来到海边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时 她突然看到岸边堆放的红薯 眼看四下无人 她打算偷几个回家 可就在这时 主人家回来了 不管玄硕如何求饶 男人都不打算放过她 拉着她就往树林中走去 这件事后 玄硕的世界观彻底崩塌 女人要被村民们赶出村子 村里的男人们 全部站出来替她求情 一时间 两种言论争论相对 僵持不下 无奈 村长只好请出了 村里得高望重的长辈 来决定女人的去留 长辈一向是个宫廷的人 她知道玄硕是个 卖弄风情的狐狸精 也支持将她赶出村 可为了公正 还是决定上门探查一番 玄硕将长辈请进了屋 还不等她开口 玄硕就撩起自己的衣服 露出了触目惊心的疤痕 看到玄硕脖子上的伤痕后 长辈也知道了玄硕的难处 紧接着 玄硕关上大门 扑进了长辈的怀里 长辈一把年纪 早已不识人间烟火 可看到玄硕过得这么凄惨 还是决定将善心发扬光大 第二天 玄硕在村民们一样的眼光里 大摇大摆地扭着屁股 但这其中 只有一个叫傻牛的 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跟村里的男人一样 对玄硕近云已久 但她没有富裕的粮食 能够消费得起面前的女人 她一次又一次地 跑到玄硕的面前 充当护花使者 以为这样就能换来 玄硕的一次垂帘 可是玄硕却对她厌烦不已 还时不时将傻牛 羞辱得无地自容 在亲眼目睹玄硕 和长辈的苟且后 傻牛的心里 开始记恨起了玄硕 没过多久 玄硕的丈夫终于回家了 傻牛立即跑到她的面前 将玄硕做过的事都捅了出来 丈夫一听目不可遏 参破军的她将傻牛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紧接着 丈夫几拳把玄硕也打得不省人事 丈夫被吓坏了 连忙请了大夫回来 却看到玄硕安然无恙地 在打扫卫生 就这样 一场闹剧在夫妻俩的 握手沿河下落幕 丈夫这次回来 依旧待不了多久 第二天清晨 在玄硕骂咧咧的叫嚷中 丈夫再次踏上了 采摘桑叶的路 而此时 一个日本兵出现在了村口 她正默默地注视着 丈夫的一举一动 丈夫从日本兵面前走过 不卑不亢一脸从容 日本兵一剑 瞬间露出了难以抵消的杀气 随后便虎视眈眈地跟了上去 而这一幕 都被玄硕看在了眼里 她有些伤感 有些欺床 她似乎终于明白了 丈夫的身份 但也似乎为时已晚